尊重贫固 保护平原 尊重贫固 保护平原 今年4月初宪法法庭才刚对原住民身份法第四条做出违宪判决 并要求相关机关在两年内完成修法 但原住民身份法的争议还没落幕 战场将转往6月28号 贫固族群之一的希腊亚族寻回原住民身份之路 希望纳入平地原住民 将在宪法法庭举行言辞辩论 当中主要争点在于 原住民身份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平地原住民是台湾光复前原籍在平地行政区域内 且户口调查部登记其本人或直系写亲尊亲属属于原住民 并申请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 登记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 是否限制哪些宪法权利 而在言辞辩论前 北部地区的原民议员召开记者会表示 若事前案通过 恐怕严重影响目前法定原住民族群的权益 并将稀释原住民文化的特殊性 而平埔族因为经过四百年来 跟汉族群的大量同婚 大量的同化 文化的融合 在外观上已经跟汉族群没有任何差异 我们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欠缺保障的标的 而我们原住民族从有历史记载开始 不管我们被称为野藩 深藩 高沙族 三包 到现在的原住民族 我们的祖先 都一直在坚持着 非常坚持着我们自己的语言 文化 服装 一直从四百年前保留到现在 但同时北区原民议员在记者会中 也不否认平埔族群是原住民族的一支 但强调在不同政权轮替下 祖先仍未抛弃身份 若将平埔族群直接变成平地原住民 将是不顾过去祖先背负污名的奋斗 因此也提出可行解方 建议对于平埔族群的认定及保障 要另以法律定制 同时也应另立平埔原住民族群委员会 然后事后再制定他的各项的政策 然后也要经过民主的程序 这才是一个真正让全国原住民 来讲是到被尊重 而且也了解整个 他要进入到原住民身份的程序 有关原住民身份认定争议 也因为希拉雅证明事件案 又将对现行原住民族的人口社会各项福利措施等 产生什么样的变动 同时又会如何牵动政治版图 原住民身份争议 28号再次踏入宪法法庭 在大法官的解释下 又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都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原市新闻 新北市采访报道